欧洲议会将通过决议案预速启动欧台投资协议 欧盟与台湾双边投资协议 BIA将有新进展 欧洲议会5月30日将讨论贸易政策执行年度报告 并渴望投票通过预请欧盟执委会紧速完成准备对台湾启动投资谈判决议案 欧洲议会明天将在总部法国史特拉斯堡举行全体会议 讨论贸易政策执行年度等报告 欧洲议会并将提出一项决议案 呼吁欧盟执委会和成员国检市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 以反映可能的潜在变化 并确保谈判有效率进行 在这项议案中也纳入与台湾的BIA谈判项目 并提到执委会早已宣布将准备对香港及台湾启动投资谈判 呼吁执委会完成筹备工作 紧速正式启动投资协议谈判 这项议案预计在5月30日当的实践中午过后投票 驻欧盟监住比利时代表处将密切关注结果 期盼欧洲议会能通过这项决议案 让欧盟执委会据此尽早开启BIA谈判 欧盟执委会在2015年10月公布欧盟贸易及投资政策文件 剥划未来欧盟全球贸易策略 其中在亚太经贸战略布局上 欧盟表示将严议与台湾投资谈判 随后欧盟另在2017年9月公布贸易政策报告期中检讨文件 其中在强化对外关系方面也已准备与台湾展开投资谈判 正好观点 我们下顿期待 주고在这探索 准备 既然有了 鼓盟